好來 謝謝大會主席 市長 副市長 各局處所長 議會現場的各位好朋友 好來 本席想就我們清理待奧心的廢棄物的問題 我來請教局長 我們講真的 我們在公務系統裡面有很多的單位 真的是很辛苦 包括我們環保局的同仁 真的很辛苦 因為事情發生的當下 包括我們昨天有提到的 比如說那個水污染了 很多的飼餘要清 也是要環保局他們去清 真的非常非常辛苦 那就我們龍井戴奧心廢棄物的事件 我相信市民都非常的關心 網路上也有奇奇怪怪的謠言 甚至說我們市政府不處理 那本席認為這種政治的攻擊大可不必 環保局第一線的基層工作同仁 冒著生命危險這麼努力主動在處理這個案子 我們所有的有權柄的這一些人 應該是不分黨派要給予肯定 那本席想請問環保局長 我們環保局從去年的11月啟動機查到今年的4月 我們這5個月環保局到底做了哪些努力 這個案子真的我必須感謝我基層同仁 沒有把民眾的情報就Pass掉 因為如果你到過現場你就知道 這個業者他是用土石方 所以你遠遠看只覺得他是正常的土石方 你不覺得會有問題 旁邊又都圍裡圍起來 我同仁在那邊跟那個警察跟寶七三代還有地方的警察 我們埋伏了將近21天 進出的車輛大部分都是沙石車 可是就是因為我們埋伏這段過程 我們發現有不是沙石車進來 不是沙石車進來 所以我們覺得可以報請檢察官當場開挖 所以這個案子真的是同仁埋伏 那埋伏我們開挖之後 我們馬上第一個 我們發現不只有這個建築廢棄物 還有其他黑色的物質 那我們就第一時間同仁也是非常有這個警覺性 馬上全部都送樣 我從10月27、30兩次會同檢察官 當場我們不只表面而已 我們是挖下去的 挖下去才發現有那些東西 馬上全部控管之後 第一時間就送驗了 結果一出來在12月8號出來 發現重金屬跟代曉心有超標 所以我們全部開挖那時候 11月就已經全部把它覆蓋住 因為覺得黑色物質 我們就有那個敏感度 那後續我們在1月11號 馬上在鄰近下游的兩個民警跟學校 做地下水的採樣 監控發現水質是正常的 地下水是正常的 不過我們還是沒有放鬆 我們沒有放鬆 檢察官也用最快的速度查出來 這些廢棄物從哪裡來 這個我們要真的感謝檢察官 在這麼短時間查出來 3月底一查出來 同仁清明節沒有休假 我跟他們講 一定要利用假期知道是哪裡來的 馬上壓車跨縣市運回去 所以在清明節4月3號 而且我們那個從資料查出來只有6噸多 我們怕有6網之魚 我們全部60幾噸 只要稍微有沾到的 我們一律移走 所以兩輛大卡車 我們同仁壓車監控到 可以合法處理這些廢棄物的場所去處理 那後續我們還繼續在4月幾號 我們還是擔心 所以我們4月10號 又到附近的水源再取樣 那出來結果也都是正常 也都是正常 所以這個部分因為我們現場開發知道 第一個它在地下水之前 那代歐心不會隔空污染 它不會隔空污染 一定要透過土 或者透過地下水 那還好很幸運 那邊的地下水都是正常 加上它埋的地方的深度 在表面就被我們發現了 就被我們發現了 是 所以很快的 這是很少有案例 可以這個其實全國的一個類似說 這麼快在檢察官 在警方的配合下 這麼快破案 而且抓到它的廢棄物 是從哪一個工廠出來的 所以我們才能這麼快時間把它解決掉 好 同時現場的環境 我們會繼續監控 好 包括其他的檢測 都會再繼續監控下去 一定要監控 這非常重要 因為這對我們整個地方來講非常重要 尤其是大耀性的污染 真的是非常的恐怖 所以環保局辛苦了 我們所有的機場 跟我們包括檢調系統的配合 我們真的也很感謝 讓我們台中市政府 即使可以掌控所有的問題 這非常重要 好 所以大家